好 環球大安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今天網路獨播版本時間 我們看到來到小房間 就是歡迎到的是蔡整元委員 思敏好 我們網路上的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最近我們的節目很常在聊 除了俄物戰爭 在財經的議題上 我們討論了很多的是 美中的晶片戰 我們也發現觀眾朋友 對於美中的晶片戰 非常的有興趣 有很多的網友特別留言給我們 所以思敏在把網友們 你們針對晶片戰做的問題 我把它總結起來 做成幾大點 今天委員剛好來到現場 我就請委員來幫忙回覆 給網友你們的提問 這是粉絲小福利 外面是沒有網友直接回答的 那等一下就要聽下去了 我們先來看到 這次我們要來討論的議題 就是這個美中晶片法案 390億美元的補助 是要給21家企業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說 當初設這個主要就是希望說 這些產線可以從亞洲到 回到美國去 但是川普回國現在恐怕生變了 晶片戰爭 大家都很了解 這位作者的作家 就是米勒 他最新表示 他說川普新一屆國會 未來聚焦的主要就是減稅 所以呢 在於晶片還有半導體的法案上面 他會降低他的補助的幅度 那我們也知道說 川普他已經點選好 未來政府效率部門 會由誰來做管理 除了這個馬斯克之外 還有一位是企業家 他叫做拉馬斯瓦米 他也說了 他認為現在拜登政府的晶片法案 就是浪費 他直接說了 就是浪費 所以從態度上也可以知道說 未來可能這些晶片法 都會受到一些些生變跟影響 他說接下來 他會仔細的檢視晶片法 裡面的每一個合約 再來呢 剛剛提到的米勒 今天戰爭的米勒 他還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特別提到是中國大陸的AI 這件事情 他說美中現在也在比這個AI晶片的算力 那米勒認為說要有效的訓練這個AI系統 你要有很尖端的半導體 那中國怎麼得到這些半導體 美國在禁令之下 他說中國過去兩年透過走私的方法 那這最近則是透過進口中國市場降級的這種 揮答晶片 他認為說這樣對你們中國不好 代表什麼 代表你們中國的晶片運算的能力 還是明顯的落後 他其實有這樣子嗆嗆 有一個網友這樣提問 請教委員 我們來看 他說川普減稅至上 未來直接受到影響了 會不會英特爾跟台積電 都很難再成為真正的贏家了 委員怎麼看這兩家企業 這基本上要分成兩個部分來看問題 第一個就是美國政府到了川普時代 要不要繼續補助 所謂的晶片產業的問題 第二個部分是涉及到說 到底中國大陸的在AI的競爭上 晶片產業或者是算力 有沒有如美國這個所謂晶片戰爭 作者所講的這麼不堪 基本上是兩件事情 首先因為美國要補助這個 所謂的晶片產業 其實到目前為止 要把所謂的製造業搬到美國去 只搬了一家就台積電 三星也沒搬走 然後他補助美國自己本土的 英特爾基本上已經虧了一塌糊塗了 那補助短期內也難得看得到什麼效果 那在台積電這方面 其實某種意義來講 有補助跟沒有補助差異不大 為什麼 因為他用政治力量 強迫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你看到台積電都還沒有跟美國簽的補助 合約 就自己乖乖的設廠到美國去 因為台積電的董事委幾乎都是美國人 加上台灣的政府 又百分之百要對美國宣誓效忠 所以只能私下鼓勵他去 只要看最近台灣的經濟部長郭自衛講的 他怎麼講 台積電到美國設廠 可以省10%的關稅很好 那就全部搬過去吧 不是這樣子的嗎 台積電被美積電 是在政治形勢所塑造的 跟他有沒有補助沒有關係 那再來 他搬的工廠都蓋好了才拿到補助款嗎 即使拿到了也不是補助款 表面上說拿到了116億 那其實其中的50億是幹嘛用的 50億是所謂的貸款 台積電要借55億美金算困難嗎 可是不能不拿 不拿不給面子 這個地方雖然有編預算 那事實上是貸款 那第二個有66億 是什麼是補助 這66億補助是什麼意思呢 說台積電在美國的廠 如果賺錢的話還要還回去 那等於白搭一場 等於白搭一場 所以台積電為什麼簽這種 完全不合潛力的補助的條約呢 沒有別的事情 就是政治因素 那台積電不像那個韓國人那麼有 有概念說我不去就不去啊 還可以拿俏啊 民進黨政府根本不敢拿俏啊 那對於台積電來講他只好去 那去了以後呢 這個他們的前任的董事長劉德映 就公開講了 至少要賠數百億美元 已經公開講了 所以一講了台積電股票都跌啊 還跌破蔡正元的防線1000塊啊 他掙扎了很久還是跌破了 所以 台積電的事情 以及這個晶片法案在台積電身上 不會有什麼效率可言 但是的確會把高端的半導體供應鏈 辦到美國去 讓美國有個安心 象徵性的可以講說 哎呀你看至少我搶來一個工廠 但那是靠的政治理 不是靠的補助 所以美國如果砍掉了這些 所謂的補助款 台積電還是要乖乖的 把未來其他什麼兩奈米都搬到美國去 台灣的政府觀念不要講假話了 他也講說三奈米不會去 去了 對不對 他講說哎呀只有一條生產線 去了現在已經三兩條生產線了 未來還會增加到四條生產線 所以台灣的政府講話都是謊話 完全是根據美國人的形式 所以美國強躲台積電是一定會成功的 這一點大家不用我什麼懷疑 但是三星 第一個三星現在還不敢投產 它的高端自省一直都不穩定 獲利能力都不如台積電 那英特爾的更不用講了 他的苦苦追趕 未來我看10年內都不太有機會 因為問題出在英特爾內部 而不是出在什麼補助這些問題上面 所以那個 什麼這個羅斯瓦尼他講說 這個補助是一個浪費 那就美國財政角度來講 是可以把這個補助砍掉的 但是砍掉了並不會影響到美國 高端自省 還是要依賴台積電的一個現狀 這是不會改變的 那再來第二個有關於AI的算力 沒有錯啦 AI的算力並不完全因為 中國大陸沒有製造能力 也沒有辦法提到高端製程 那這不是問題 為什麼不是問題啊 因為我們講的 AI有通用模型跟專用模型 那通用模型的時候 他需要很龐大的算力 很大的電力 很大的人員 那中國大陸現在就是說 GPU的晶片的設計 目前為止還趕不上輝達 但是在美國也不是每一家都趕得上輝達 像AMD也趕不上啊 Intel也趕不上 其他廠商沒有一家趕得上的 那A打的設計 再加上A打交給台積電來做製造 已經形成一個很特殊的夥伴關係 這個不只是美國其他的沒辦法挑戰 世界各國無法挑戰 那是不是只要買到 這個輝達最先進的晶片 才會辦法把AI產內弄出來呢 那可就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AI產內如果用通用模型啊 他算力很大 花便利很大 花錢很大 會不會有回收 目前大家都存疑 大家都存疑 所以現在改用什麼 改用這個所謂專用模型 什麼叫專用模型啊 我做汽車自動駕駛的時候 汽車自動駕駛 我做什麼就專門做什麼 不要搞一個什麼都可以用的 就像OpenAI一樣 哇什麼問題都可以問了 就不需要到那種程度 那這樣的話 做切割式的這種專用的AI的模型 中國大陸目前看起來 已經不輸給美國了 那如果在算力方面 他也不需要那麼多講求 我要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美國會講說有高端晶片 才可以做出 這個什麼高超速的武器啊 就搞個老闆 那美國都有啊 美國的高超音速武器做不出來啊 俄羅斯做出來了 俄羅斯的晶片還不如 還不如這個 這個台灣啊 台灣做不出來 俄羅斯做出來 而且中國大陸做出來的高超音速的 導彈還沒有在戰場上實施過啊 他也沒有什麼高超音速的晶片啊 所以不要把晶片看成所有的一切 那不見得 所以像華為本身沒有手 他現在不太強到幾奈米的手機嘛 對不對 我拿三折機他不強到幾奈米 可是他的功能可以透過軟體來升級 到了你蘋果的iPhone16 所以我沒辦法競爭的地步 所以不要什麼事 就想說晶片啊 就是你有一個最好的掃把 在最精緻的掃把 你一定少的比較乾淨嗎 何都不見得啊 那中國大陸的晶片也不是無下阿蒙 他在成熟製程方面 光刻機已經可以做到64奈米了 他現在有的這個 DUV 也可以做到差不多10奈米 沒什麼問題啊 7奈米可能量力差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以這個成熟製程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的產量 中國大陸的低價能力 所謂低價能力 就是因為他電便宜 人便宜什麼都便宜 土地便宜嘛 所以他造成的結果就是 他有辦法做價格競爭 所以成熟製程的價格競爭 會把台灣的什麼台積的聯機 聯發科啦 不是聯發科 那個什麼那個聯電啊 還有什麼利基電 還有台積電的成熟製程 未來都會大趴在地上 還不夠講美國或者歐洲其他廠 那這個是什麼現象 對不起 就是低價策略成功 而且規模夠大 所形成的結果 那從低價策略所賺到的錢 再把其他工廠給打垮了以後 他未來再投資 更高階的光科技 更高階的製程 就不是一個 這個海市滲樓啦 就會很成功 所以我不認為台積電 又一定能夠獨霸江山 現在可以的 未來可能會遇到很大的搶走 嗯好 所以剛剛針對委員提問的這個問題 就網友提問 這一位網友是XIN 他問這個有關於英特爾的話 好 所以剛剛委員今天講的很清楚 英特爾從來就是不是補助的問題 就是內部自己 製程裡面有非常大的問題 那排氣墊的部分 就是完全是地緣政治啦 他簽了這個補助 根本就是一個不平等的條約 至於中國大陸的部分 大家也說不用太擔心 好我們現在拼的就是在 高階製程 我講AI部分 那如果是要製造高階晶片外銷的話 現在還在努力 還在努力當中 不過可以先拼的 就是高階製程以後 會有個很不錯的表現 那未來有了 更多更多的這個獲利啊賺錢 就可以投入在更高階的 這個光科技上面等等 我以為我們來看到第二個問題 因為也有網友問說 接下來 川普恐怕會針對大陸200家的晶片 公司把他們列入黑名單 不過呢針對華為的製裁 現在看起來新的版本 又說好像沒有這麼多了 是為什麼要對華為放寬嗎 那有網友就說了 你看看哦 川普用什麼 人就知道川普的對華政策 所以對川普也不要期待太多 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所以是來為 第二位網友說的 他是YET MANHOLE8699 委員又怎麼看 網友的評論 中美兩國的科技的競爭 甚至於鬥爭 這個不會停止 會一直持續下去 一直持續到的說 中國大陸在各個方面的 科技的發展程度 已經超越美國 美國才會停止 人家覺得我沒有效 我搞這個就沒用了 所以這個大家要心有素 這也是中國大陸的上上下下 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來檢討幾個比較細項的問題 就現在為止的話 你說這個 什麼晶片啊 處罰中國大陸200多家的這個 晶片廠商 那個都不是晶片製造商 都不是 都是晶片設計商 那中國大陸晶片設計商 你今天制裁這200家 明天有400家出來了 因為晶片設計商就靠人嘛 那人換個公司就是弄出來的 你看看那個輝達 不是我喜歡看的輝達崇拜他 輝達第一次 設廠的時候到台灣來募款 就是我辦的 哦 就是我辦的 對啊 那時候早期他做什麼 做那個遊戲機的卡片 的圖形處理卡 早期的處理卡 來的時候 我們也幫他募了很多錢了 結果他倒掉了 失敗了 後來他這個失敗 可是他又再重起來 所以輝達是倒了三次 才有今天的風光 真的 所以我喜歡 對他吵就在這裡啊 他當時也講了 我做GPU啊 多好多好 但是後來就是 就是還是賠了錢 還是賠了錢 那後來他是靠什麼 平常經理講輝達是 基本上是靠什麼 靠挖礦機起價的 因為當時比特幣啊 很風險啊 很多挖礦機 中國大陸挖礦機一大堆 全世界印度到處挖礦機 他在賣挖礦機的經費發了財 他發了財以後 他運氣很好 坦白講 黃仁星是很有商業頭腦的 他這個當時啊 OpenAI找人幫他設計啊 那個所謂的AI的一個 一個伺服器的時候 很多廠商覺得 那不貴我做不起來 我不想 我不想上這個腦筋 對 而且不看好OpenAI 因為AI的當時有好多條路線 生成是AI 是OpenAI所發展的 其他Google 還有那個Amazon 很多都覺得 他我可以贏過Microsoft的OpenAI 那結果沒想到 回答說好吧 沒贏的嘛 好 他就幫他設計一個 全新的平行運算的 這種GPU的體制 也花了一點錢 也沒有保證成功啊 結果沒想到OpenAI發表 大家眼睛有一次意量 哎呀 原來這是一個才是 才是對的方向 所以Google也開始收攤子了 改方向了 Amazon都改方向了 中國大陸都改方向了 那一改方向的時候 大家說OpenAI 這條路是非常對的正確 我想一想說 那他找誰做啊 原來是找 找NVIDIA做的 所以NVIDIA是等到OpenAI 發佈消息2個月 股價才開始飆漲 你給他看情侶就這樣子 那現在他用賺的錢 用賺的錢不斷的壓進去 他現在的GPU的設計 大概全世界也很少能趕得上他的 那就看中國有沒有其他的獨角獸 可以扮演這種角色 就是腦力競賽啊 設計的出來能不能做的出來 以後再說 但是你現在中國大陸的這方面的 那AI的晶片 AI的軟體晶片的設計 還在努力當中 那不只這個 中國大陸做ASIC 就是特製的AI晶片 就是不是通用模型 OpenAI是通用模型 誰都可以用啊等等 但是模型就要搞得非常大 那中國大陸比如說看病的啦 或者是什麼教育的啦 其他的模型可以切割來處理 那規模就比較小 用的晶片數量比較少 那耗電力也比較有限 那加上中國大陸的電力 目前算是世界各國比較充沛的 美國也比較充沛 可是美國的輸配電路是有問題的 所以逼得你看好多的這些準備 做數據中心人都跑去買核電廠 你就知道為什麼啦 那中國大陸廠商不需要這麼可憐 所以競爭未來的AI不只是晶片 還有能源 還有軟體設計人才 都是在競爭當中 那不是表示美國贏的晶片 其他就會贏 那不見得啦 不見得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加油 我是覺得至少在全世界排第二名 也是蠻光榮的啦 未來如果在 GPU的設計能夠 在智慧上有所突破的話 我相信中國年輕一代 一代比一代聰明啊 然後那個 畢竟黃人心也會老啊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起競爭吧 對 那我原我們看到最後一個網友還說 GaryHuong3868說 千萬別解禁美國晶片賣給中國 那中國半導體就會倒大鎂 這個是辦公開玩笑 也不能這麼講啦 中國大陸要去採購所有 能夠採購的這個半導體 也要去外銷所有能夠外銷的半導體 因為任何一種產品 特別科技產品都是雙向的 沒有哪一個人可以統包所有的功能 你最強 不過他不太可能啊 因為大家 你看看全世界有幾萬家廠商在競爭 那美國拿出來也只有MVD啊 MVD他現在也不敢拿出來啦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廠商競爭 不一定跟國家有關係 但是你如果去培養這種 所謂獨角獸的企業啊 然後去進口足夠的這種產品 不表示中國跟誰買晶片的話 就表示中國晶片落後 那可不一定 我舉個例子 美國跟加拿大買石油 不表示美國沒有外銷石油啊 這兩碼之勢啊 好今天非常謝謝委員帶給我們這麼精采的解析 所以網友們歡迎你們在我們正片的下方 留言板這邊多多的提問 市民會把你們的問題都整理起來 然後給我們的專家 委員來做更第一線的回答 給大家互相學習 項目參考 真的 那其實我們想要回答的問題 也是你們真正想知道 這樣我們做節目才更有意義啦 這樣子 回答大家真的想要知道的議題 或者是問題等等 今天9點 晚間同意時間見囉 拜拜 拜拜